这社会到底是怎么了 竟然连按喇叭都引来杀机 云林县有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许正煌 他在前天深夜开车在朋友回家途中 在路中央遇到了三名酒醉的路人 许正煌是按喇叭 示意他们让路却引来了这三人不满 其中一人先是大骂脏话 接着又围殴下车想要理论的许正煌 最后竟然是对着他连开三枪 这导致许正煌送医不治 而目前警方正在全力的追气主线当中 案发现场血迹斑斑 被枪击身亡的许正煌 上个月三十一号晚间开车出门接朋友 途中遇到三名喝醉酒的男子站在路中央 这个时候许正煌按了一声喇叭 示意他们让路 没想到却引来杀机 身中三枪的许正煌 子弹骗击颈部胸部和腿部 而检警涉入追查后锁定就住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六亲外包商 苏俊耀等三人涉嫌重大 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已陆续盗案 只剩下涉嫌开枪的苏俊耀仍然在逃 年仅三十一岁的许正煌相当孝顺 她的母亲难过地表示 案发当天儿子与媳妇帮忙收拾自己经营的面摊后 就匆匆离开说要去接朋友 怎么知道会就此步上死亡的道路 更不解凶险 怎么能对四位磨命的陌生人 如此痛下杀手 没想到只是一声喇叭 不仅夺走了一条人命 也粉碎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联合报蔡维冰与您报道